节节 虚无 十族都处理干净了吧 老大 我办事 你就放心了 很好 十族已灭 现在我们手中拥有两块驼射古地狱 现在 拿下这灵族 距离我们的成帝之路更上一步 老大 这灵族居然拥有魂界 倒是与我们魂界相似 虚无 这灵界的封印就交给你了 小小的一道封印 我反过再放个屁肩的封掉 只见虚无吞颜 往前进化 倒是与后整个灵界封印便被破掉 谁 竟敢擅闯我灵族居敌 我去 队长 你快看 我们的灵界的封印被破掉了 你们这群黑斗胖 竟敢破坏我们灵族灵界的封印 是找死吗 节节 侮辱魂族者 死了 阁下是谁 我灵族壁族千年 为何要破掉我们灵族灵界的封印 魂族办事 统统站好 若是反抗 全族遥散 樊鼓仔 这么郑重的场面 严肃点 想必阁下便是灵族族长吧 我乃魂族魂天帝 长话短说 今日过来灵族 是来讨要铺射古地狱 只要将铺射古地狱给我 灵族便安然无恙 放你的狗屁 你魂族算什么东西 这人实力在我之上 九星更胜修美 恐怖无私 我得保全灵族 魂天帝大人 小的这就奉上夺射谱地律 希望大人能留我们全族幸运 很好 倒是懂得认清实事 那小的就不送大人 先行告退 虚无 给我烧了这狗屁灵界 把这 刚刚那不是说放过他们吗 节节 不可是大反派魂天帝 说的话就像放屁那样 谁会当真 好大 你可真的是神仙放屁 不同反响吗 属下有要是禀告族长 说吧 族长就在昨晚夜里 远古八族的十族和灵族两族一夜之间 化为虚无 什么 十族灵族两族背面 有没有查到是谁干的 禀告族长 毛豆不剩 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不过据周边小宗门得到的消息 魂族的人都曾经经过这两族附近 魂族 原来人死 此事必定是与魂族所为的 这魂族真的是无恶不作 古列 我令你速速去远古严族 要族 得族 告知他们族长来我古族贡商重视 属下听 但是 这是什么事呢 我发生了这个人 以后呢 我发生了什么事呢